我有一個不成熟的小姐姐 喂 你好 喂 你好 我是梁晨的經紀人劉以晴 請問是Herman先生嗎 是 請問你有什麼事嗎 是這樣的 我想邀請您和梁晨一起參加 《美好心靈》的推廣直播 不知道您感不感興趣 嗯 我需要和一個很重要的人溝通一下 稍後給您回复 可以嗎 好的 那我等您消息 謝謝 重要的人 三點了 我有個電話會議 哦 嗯 很重要的人 誰呀 好 原來是我啊 剛才梁晨的經紀人找我 約我和梁晨一起直播《美好心靈》 那你答應唄 穿著馬甲還想讓我帶你 想的倒是挺美的 這麼著急讓我帶別的女孩子了 難道我要跟她說 我就是梁晨 不行不行不行 你絕對不能說 我不介意的 你放心去吧 可是我介意 你是我唯一的徒弟 我怎麼能隨隨便便跟別人組隊啊 所以 我還是拒絕梁晨吧 老弟 咱們的小姐妹梁晨啊 遇到人生一大坎 你說 我們是不是應該服一服她呀 喂 姜英哥 喂 梁晨 你那直播需要我幫忙嗎 巧了 陸佳 吃了嗎 喂 你偶像找你直播你居然不去 我等她找不到人了 來求我 年輕人啊 真是年輕 你覺得梁晨會找不到人嗎 她找你了 非也非也 自然是能者俱之咯 你真是 丁家月 小兄弟想法不靠靠 猜得到聽出來 佳英哥 只是一個很普通的直播 我真的不想麻煩你 沒關係 我正好有空 真的只是很小一件事情 沒必要麻煩你的 晨晨 姜英哥你等一下啊 怎麼了 二文來電話了 說同意和你一起直播 她 她同意了 真的 好 等我一下 喂 姜英哥 喂 秦姐都已經幫我安排好了 不過還是要謝謝你啊 沒事 那就 先這樣吧 拜拜 她怎麼同意了呢 雞人 那兒 是不是 我 妳 不會